4月4号晚上,郑爽在社交平台回答粉丝提问 你喜不喜欢小宝宝,有没有想过成家生一个可爱的小baby 郑爽是这样回答的,几年前想过吧 此话一出,粉丝纷纷表示心疼,留言称答案有点沧桑 被爱情伤过的沧桑感,网友则表示郑爽真会赚钱 根据平台规则,郑爽回答一个问题,可以获得提问收费,围观者付费 他还可以获得一半的收益 从郑爽的社交账号来看,光是今晚8点后,他就回答了40多个问题 其中收费666.66人民币的问题9个,收费666人民币的问题1个 加上围观收入分成,真是赚钱有方 围观的吃瓜群众还纷纷猜测,郑爽想结婚生子的对象是谁 到底是张汉还是胡彦斌呢,又或者还有其他人选